等等 遗失了 何能装置 好像重点在这里 2021年2月7日 在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北阿坎德班杰茶莫里地区 突然爆发了巨大的洪水 洪水冲回了5座桥梁 200多人在汹涌的洪水中被吞噬 但是这件事情就很蹊跷你知道吧 因为在夏天 喜马拉雅山脉冰川溶雪加快 加上天降暴雨 造成大洪水 很正常 但是这是在2月份的 本应该是个干旱的冬季 几乎不可能有洪水 很奇怪 是吧 这就让单地是流言四起 有人说是神灵见识 有人说是世界末日 是啊 单地人更相信这样一个说法 这次洪水是因为美国CIA在60年前 在他们地区遗失了一个核能装置造成的 等等 遗失了核能装置 好像重点在这里 对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个美国昏招屏出来对付中国 结果把印度人坑了的真人真事 大家好 我是老科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兵的阿部署 旁边是新人导演小鑫 大家好 这件事要从哪说起啊 就要从冷战开始说起 二战结束以后世界就进入了冷战 当时美国和苏联同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 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夺世界霸权 开展了数十年间的名真案子 双方通过局部代理战战 科技和军备竞赛 太空竞赛 外交竞赛 还有间谍活动等等 凡事啊 除了不热打一下啊 各方面进行冷对抗 1964年10月份的时候 中国在罗布泊一身惊天巨响 震坏了美国人 中国在那儿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实验 原子弹爆炸的威力达到了2.2万吨TNT弹量 从此啊 中国也正式成为世界上一个真真正正的 庸和国家 这就让美国人感到有点害怕了 美国人开始坐不住了 他们就觉得我可以想个什么办法 来监视一下这个庸和国家才行 为此呢 美国参谋部就提出了一个监听监控中国的办法 那就是在中国周围 建满各种监听站 这样呢 这些监听站就可以监听中国内部的通讯联系 还能监控和帮助拦截中国的导弹 这个想法很快就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 但是考虑到60年代的技术和能力 监听站就只能建在离中国比较近的地方 并且不能被地形地球曲率 还有一些其他东西进行干扰折袋 这样能选的地方就很有限了 因为中国北部呢是苏联 那明显不能把你建是吧 南部呢又是一众我们的盟友 就是我们的中国的盟友 还有一些愁美的国家 所以能满足这个需求呢 只有东西两个反向 但是呢我们的东边是啥呢 东边是太平洋 很难找到一个能够适合的地方 靠近又不受折袋 所以呢美国就只能找到了我们的西边印度 印度本身和中国就有领土问题 所以呢印度政府对这一次中国拥有核武器这件事情 还是很紧张的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一窜的算是一拍即合 印度就答应了 而美国呢就算也算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来建设监听站 毕竟印度和中国有个漫长的边界线 而且边界线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 喜马拉雅山脉 对于监听来说啊 这可以说是个完美的地方 由于地形的原因 喜马拉雅山脉地区 人际罕至 不易被人发现 海拔又高 折胆又少 又能规避掉地球曲率的这个影响 非常有利于电波的监听 在印度政府的班助下 印度第二高峰 南达戴威风 就被选为了设置监听站的最佳地点 美国呢就把这次建立监听站的计划命名为帽子计划 1964年11月帽子计划正式开始实施了 自此呢 CIA就开始昏招评出 错误使不断 这个帽子计划也就成了和遗失这个核能专制的罪魁祸首 既然地址就选定了啊 咱们监听站就要开始设计制造了 首先呢 在上个世纪60年代 南达戴威风周围就没有任何基础设施 没有路 没有电 没有补给站 最近的一个补给站 你要到达南达戴威风底下 还是山脚下 都要步行好几天的时间 恶劣的通行条件啊 还有那个地方 反正你也知道 西班牙山那个地方生活环境肯定是很差的 不得不让CIA将监听站设计成了一个无人操作的监听站 并且要满足完全的自解自足 这个时候能源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它必须在七八千米的这个海拔 不可能每天的人员跑上去给它换电池的 所以普通电池肯定是不行的 寿命和使用时间都不够长 但是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呢 太阳能板或者风能发电 在南达戴威风那个地方啊 几天时间就会被风吹跑 或者被暴风雪摧毁啊 所以几乎不可能长时间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 CIA给出了个天才般的解决方案 核动力发电 对 就是把这个监听站配置一个核能发电机 这样呢就完美的解决了所有的能源问题 这个想法今天看起来都觉得很扯是吧 但是在那个时候居然就通过了 于是CIA就花了六个月时间制造了一个 还有七个不核心的核能监听专制 好 监听专制制造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CIA又傻眼了 怎么才能把这个重达六十公斤的玩意儿啊 还有一堆天线啊 弄到南达戴威风山顶又成为巨大的问题 设计这个东西呢CIA天真的认为 完全给空运闪去 但是事实证明啊 喜马拉雅山脉被称为世界屋脊是有原因的哦 它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高和大 而且是因为气象条件极为复杂 暴风雪 横风 旋风 在峡谷里面是应有尽有 飞机里面又拉了个这么个玩意儿 如果飞机坠毁或者转山引爆了这个河南发电机 哇 哪可爽了 即使飞行员顶着猛烈的乱流和暴风雪 到达南达戴威风上空 作为这个世界上最陡峭的山峰之一 南达戴威风完全没有可以可攻着陆或者投范的地点 所以CIA没有办法 只能采取最传统的方法来实施这个帽子计划 那就是由人来将这个60公斤的核能装置 送到7800米的山顶 不得不说 CIA真是选择了一个第一难度的选项 首先是因为南达大欧风位于印度北阿坎德班境内 这个地方属于喜马拉雅山脉 南达大欧风海拔7816米 它处在印度洋板块与北方的欧亚大陆板块 相互碰撞形成的褶皱袋里面 而且是这个褶皱袋最复杂的区域 这些褶皱形成的山脉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蔽环 环绕着整个南达大欧风 仅有几个 要不是几十个 而是几个 一只手就能数出出来的几个陡峭的峡谷口 可以进入到达南达大欧风山脚下 说一个不这么恰单 但是很形象的比喻 就是说你可以把南达大欧风 想象成魔多中间的那个末日火山 周围一圈是一个没有瘦人大军 和没有巨大眼睛的魔多 中心几乎和外面是完全隔绝的 要知道为了到达眼睛可以看到的这个南达大欧风 探险家花了近一百年的时间 就是说探险家已经看到南达大欧风了 我想去那山 走过去 为了找这条路 探险家花了一百年时间 到了1934年 也就是这个帽子计划前30年 才有两个英国人和三个夏巴尔人 闲岛找到了如何到达山脚下的路 即使如此 山脚下的海拔也有五千一百八十年 但是那两个英国探险家到达山脚下 感激涕里 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不然是到达山脚这段旅程 就比去北极还难 你说CIA是不是脑子抽了 要干这么一件事 确实有点抽 谁去扛了 他们抽签了吗 没有 就是到1964年 就是1964年开始干的这些事 攀登过南达大欧风的人 屈指可数 就没超过两只手 没办法 CIA只能秘密招募了 14个美国人和4个印度人 毕竟这是个秘密行动 组成了特殊行动组 来执行这线地域难度的计划 虽然这18人中 没有一个人攀登过南达大欧风 但是都有丰富的登山经验 他们的队长吉姆麦卡锡 是第一个登山体育画报封面的登山者 所以这18个人 在登山方面还是蛮厉害的 顺带一提 吉姆麦卡锡后来得了搞完癌 他认为 这就是由于这次疯狂的任务 导致自己暴露在不辐射环境下造成的 18个人在CIA基地 进行了大量的攀登训练和核能设备操作训练 到了1965年 18个人就乘坐直升机 到达了南达大欧威风 最近的补给站 他们在当地雇佣了一些搬运工来搬运物资 还有那个60公斤的核能电池 为了保密 18个人将自己皮肤全部涂黑 涂得跟当地人差不多 穿上了当地人的衣服 试图完全融入当地人里面 而且还缓称 这个混在食物和攀登砖制中间的 铝制大箱子里面砖的 是他们要藏在南达大卫风里的黄金 但是搬运工一点都不相信 也许搬运工是没有怎么见过黄金的 有可能 但是他们肯定知道黄金 肯定不会持续的发出强烈的折烂 感觉到热量了 对 那个不停的在核反应 不停的在外向外反热的 而且我觉得吧 这个去藏黄金的借口 真的是有点灯 万一他们雇佣的这些搬运工 半路持了歹心 直接半道往上再给截了 多尴尬呀 对吧 但是还好这两项都没有发生 登山团队在一个晴烂的天气 里面开始他们攀登 一开始十分顺利 也没遇到结袋的 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攀登到了距离预定位置 大概600米的地方 不是600米 是垂直海浪还差600米 就在这个时候 一场巨大的暴风雪袭来 使得这次攀登变得十分危险 而且几乎不可能实现了 最终登山队别无选择 只能暂时放起任务 返回山脚的营地 是这个核能设备 就在这种情况下 也无法带一下山绒 只能啥呢 就近 在他们营地的附近 找了一条裂缝 将所有的设备 全部藏在里面 并做好标记 计划是 之后天气转好 就再次上来继续任务 不过谁也没有想到 这一下去就几个月的时间了 几个月之后 他们再次回到标记处的时候就发现 这些设备不见了 也不知道是被暴风雪掩埋了 还是被雪峰带走了 反正没了 没人知道 这下CIA可着急了 接下来的几年的时间里面 CIA派出了多吃队伍来寻找这个专制 但是再也没有发现这个东西的痕迹 相隔了几个月 确实好难发现很踪迹 对 有传言说 是巴基斯坦的特工 偷偷爬上了南达戴卫风 转移走的所有设备 但是这个不太被人相信 因为他们是天气一爪好 就晚上爬了 中间是上面天气都非常不好 很难有人再爬上去 所以更让人信服的说法 就是由于山体滑坡 恶劣的天气 还有雪崩 将这个设备完全的掩埋了起来 也不知道掩埋到哪儿去了 反正肯定不在原来的位置 反正也没有测到什么放射性的一次 反正他们测不着了 就彻底遗失了 好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冬季洪水 这次去年2月份的洪水的源头 就发生在丢失设备的这个区域 不由得让人联想起来 是不是由于这个核能电池造成的冰川融化 导致了洪水呢 或者它爆炸 导致山体滑坡发生了洪水呢 根据卫星拍摄到的图像显示 洪水确实是由于一大块岩石和冰川 从南达大围风上突然断裂 坠入几公里以下的河流造成的 这有可能是因为那个东西爆炸造成的吧 有可能 那为什么现在才发生呢 不知道了嘛 这一切都说不上 也可能不是啊 反正现在说不清 但是反正CIA找不回来那个核专制了 对 后来还试试找不过吗 没有了 找了几年以后犯气了 累了毁灭吧 反正毁灭的不是我们 太过分了 而且这个计划里面 最危险的地方不是大洪水 这件事情可能会直接坑死整个印度 为啥 因为喜马拉雅山这个地区非常特殊 它是世界第三大河流恒河的源头所在地 印度被视为圣河的恒河 可能会被泛式性物质污染 还没有 但有可能 一旦泄露了就忘了 对吧 恒河是世界上人口稠密度最高的河流流域 超过6.5亿人生活在其范围内 先想 半个中国的人口生活在恒河范围内 如果地区市的核专制 其中的泛射性物质渗入恒河的源头 那个可能就造成一场非常可怕的环境灾然 恒河流入了好几个国家 两个 6.5亿人 到时候可能真的 要给这三个国家造出妥妥的好多小绿人 小绿人 绿巨人 对啊 但是我跟你说 印度那个地方还真不一定会得病 但是 干净又卫生啊 但是那是对病毒的抗性 它对病毒的吸引 但这是辐射 辐射到一定剂量它会打碎掉你的 DNA是吧 这个我知道 对这个肯定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说不定那也是把恒河杀毒呢 对啊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 对吧 对吧 对吧